辽圣宗一朝是辽国的最鼎盛时期 但由于皇后肖菩萨格无辞 收养了原非肖诺金的儿子为皇太子 结果却埋下了一大隐患 于是辽圣宗刚一过世 辽国马上爆发宫廷内乱 从此国世由盛转衰 那么辽圣宗是如何缔造了一个盛世的人 而在盛世的背后又发生了哪些明争暗斗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晋秋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聊 第十六集后飞之争 上一讲咱们讲到辽国的成天皇太后 在禅渊之盟之后 她个人一生的工业也达到了顶峰 那么禅渊之盟后五年也就是辽圣宗统合二十七年 这个萧太后呢把政权就正式的交给了辽圣宗 辽圣宗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二十七年的皇帝 已经年尽不惑 终于摆脱了儿皇帝的地位 这个名正言顺的开始处理朝政 辽圣宗呢是辽景宗和萧皇后的长子 初封梁王十二岁的时候辽景宗故去 圣宗得以成绩大统 她的这个汉文的名字叫耶律龙婿 这个辽圣宗继位的时候呢 因为年幼嘛 咱们前面即将讲过 所以一直呢是太后掌权 这个太后为了巩固国政 启用了很多著名的大臣 其中有一位是耶律携枕 这是辽国的名将 所以太后就让耶律携枕跟这个圣宗皇帝 当时圣宗皇帝才十三岁嘛 太后让耶律携枕跟圣宗皇帝交换公马 等于这样一来就一结金兰 就是这个耶律携枕呢 就成了圣宗皇帝的兄弟辈 然后尽心的辅佐 所以在一般文武大臣的尽心辅佐下 圣宗皇帝很快就成长为一位文武全才的少年天子 在他十八岁那一年 就这个奉萧太后之命领兵出战 当然是有这个耶律携枕这样的名将辅佐 全歼了一路送军 当时他只有十八岁 所以在战场上等于就是 也立下了这个功勋 天子亲征 也立下功勋 萧太后对于圣宗皇帝的教导 那是不遗余力的 史书上记载 萧太后对圣宗皇帝教训为多 所以使得圣宗皇帝成为辽朝的圣主 一代英主 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说 契丹的皇帝是马上天子 所以平时爱打猎 打马球 就这些个活动是非常重视的 这是皇帝的必修课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像游牧民族王朝的皇帝 他都非常强调这一点 骑射是根本 一般中原王朝的皇帝可能就是书画这些东西比较重视 但是游牧民族他不是这样了 骑射是根本 所以像契丹的皇帝各个都是高强的猎手 但是如果过多沉溺于涉猎 那显然对于处理朝政也是很不利的 所以圣宗皇帝他就当时比较爱打猎 整天就出去游猎 这个游猎一个是强身健体 另外一个多少也带点这种军事演习的性质 打猎其实跟军事演习是有很相似的地方的 猎物可能有的是比敌人还要凶猛 遇到那样猛兽 所以他沉溺于这个狩猎 那么萧太后看到圣宗皇帝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种举动 就跟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前圣有言 欲不可纵 先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欲不可纵 你的欲望你要克制 不能纵欲 你天下之主万金之躯 整天那打猎 万一有个马师前提的 怎么办 怎么向天下臣民交代 咱们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这种 地位 好不容易来到今天的母子能够执掌政权 回头你出点意外 所以皇帝听了之后就很少再去打猎 非常能够虚心接受太后的批评 所以成年以后 圣宗皇帝一席国事 睿智于智 很快就成长为一代明君 辽圣宗虽然12岁成绩大统 但是成天太后临朝听政27年 直到辽圣宗年近40岁时 他才开始真正执掌政权 那么圣宗皇帝掌权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呢 辽圣宗皇帝到 萧太后接给他这个权力之后 他才正式执掌政权 一个月以后 萧太后就去世了 统合27年的11月 给了他政权 12年 12月 萧太后就去世了 然后又过了一两年 韩德让也去世了 这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够 就对这个圣宗皇帝的施政啊 撤走了 所以圣宗皇帝直到自己继位 27年后才举行了柴策礼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 樊柴告天的这个礼节 这个礼节是契丹 每一个皇帝要继位的时候 必须要履行的这么一个礼节 相当于我们的那种登基大典 以往的皇帝都是在继位的当年 就要举行这个就柴策礼 否则你名不正言不顺 聊圣宗是持了27年 所以从他以后就也形成一个传统 在他之后的皇帝 兴宗道宗天作地 都是在继位后几年才能实行这个柴策礼 以示对圣宗那种尊重 因为这个等于先皇持了27年 你马上就就继位就就烧柴 这个有点这个不太合适 柴策礼啊 平时我们一讲啊 就一想就大家堆堆柴要跟那里烧完了 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这个柴策礼是非常浓重的 积柴为坛 把柴会堆成坛 然后这个焚烧 焚柴告天 在这个告天以前 皇帝要不断的进行谦让 因为契丹分为八部嘛 八部大人 然后国内的这些个元老重臣 包括这个 薰老齐救这些人 都来 来推待皇帝 皇帝呢 要谦虚 皇上要说 要说话 先帝生侠 有伯叔父兄在 当选贤者 充人不得 何以为谋 先帝生侠 先帝归天了 先帝归天之后呢 我还有伯父 叔父 我还有兄弟 应该让他们 做皇帝 充人 不得 我充人就皇帝的字迁嘛 我没什么道德 所以我这个人比较缺德 因此我不能够做皇帝 不能够做皇帝 然后群臣要表示忠心拥戴 大臣要说什么呢 臣等以先帝厚恩 陛下明德 贤院尽心 敢有他徒 我们都要尽心竭力 绝不有他徒 就您跑不了 就得您来当 然后皇上这才 接受群臣的这种推戴 要挂起先帝的御荣 祭拜 然后这一天过去 第二天 非常好玩 因为契丹的柴册礼 是在草原上举行 契丹 它是有游牧民族的这种特色 它不是完全汉化 所以皇帝在行柴册礼的时候 不是住在宫殿里 而是住在草原的大帐篷里边 到了晚上 找九个容貌身高 跟皇帝类似的大臣 是不是说他们长得都很一样 这不太清楚 换上皇帝的辐色 然后趁着暗夜 十个帐篷 一个帐篷 一个 九个大臣 一个真皇上 然后进这个帐篷 第二天 就让大臣侍卫来捉天子 你挑帘进去 逮皇上 是吧 你如果能逮到真皇上 赏牛马骆驼牵鱼头 就说这个可能我估计事先 你群众演员也得做点安排 就说这个可能有人泄露 那个帐篷里是真皇上 你万一逮着你假皇上 弄出了这不好说 所以当这个人进帐篷 逮这个真皇上的时候 皇上要谦虚 说我不是皇 我不是皇 你逮错了 我皇上替身 你逮错了 然后那个人还得说 你就是皇上 你就是皇上 就是你没错 就是你没错 然后这样的话 把这个真天子逮出来 你看十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然后长得都像 身高也都像 你能被大臣一眼就认出来 证明你是真命天子 但是我们觉得 肯定是底下事先安排好了 所以这你不能逮错了 你逮错又不是真命 怎么麻烦了 那个人得吓死 把我给选出来了 这不是真不是我 然后你这个 一逮出来 这样好 皇帝确实是真命天子 你看大臣一眼都认出来 这才算是你 名正言顺 正式继统 所以这个圣宗皇帝 迟了27年 才举行这个猜测礼 那么当他亲政之后 这个基本上就是 萧归曹随 完全就继承了 他的母亲 和他的 应该算什么 算他干爹 这个大丞相韩德罗的既定政策 不敢有一丝违背 那就是这个契丹的 集圣时期 就是在这个圣宗一朝 辽圣宗不但五六过人 精于其设 而且文采初衷 据说他曾经写过五百多首诗 其中有一首诗传国喜 讲的就是辽圣宗得到了自秦始皇以来 中原皇朝历代相传的传国玉喜 那么 辽圣宗真的得到过这个玉喜吗 辽圣宗皇帝的这个诗篇大多散诗 流传下来一首代表作 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代表作的这个名字叫传国喜 就是玉喜 咱们中国从秦始皇混一天下之后 据说用和氏璧 这个大家很清楚这个东西 用和氏璧刻成传国玉喜 由丞相李斯用这个鸟撰文 在上面刻了八个大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刻了那么八个大字 代代相传 这个传国喜在汉朝的末年 西汉末年亡莽篡汉 然后去跟太皇太后要玉喜 太皇太后非常生气 把玉喜给扔地摔坏了一个脚 摔坏了一个脚 后来就拿金子给补上了 所以我们看经常有比如戏曲 戏曲里边一说的玉喜 就是金香玉喜 为什么要金香就摔坏了一个脚 然后就一直传传传 代代相传 在这个魏代替了汉之后 曹丕 魏文帝曹丕 篡汉之后 在这个玉喜上又加刻了八个字 刻了是大魏兽汉传国之宝 传到唐朝 玉喜被称为寿命宝 然后传给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晋被辽给灭了 被辽灭了之后 这个辽就把传国喜带到了北方 后来就不知所终了 那就不知道哪去了 就可能就到了辽圣宗的时候 从新被发现 所以这个辽圣宗等于得到了自秦始皇以来 中原王朝历代相传的传国喜 所以等于比宋朝还有正统地位 宋朝预起都是自尔克的 他等于是从秦始皇的传来的 所以他非常高兴赴诗一首 一时至美宝 千载助兴亡 中原济诗首 此宝归北方 子孙皆慎守 事业当永昌 传国喜传到我们辽朝 所以希望子孙慎守 我们辽帝国代代昌盛 因此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这个圣宗皇帝他的这个汉学修养啊 非常高 他的汉学修养高 这个上有好者下臂甚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所以从辽圣宗时代开始开科举世 然后推广汉学 整个辽王朝就由武功向文质方向转化 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古代汉文明或者中原文明 向外传播 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 丝绸之路 对吧 就是西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自安始之乱以后 就中原王朝就完全失去了 对他的控制 这个时候的 孙王朝的这个影响 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 甚至不如辽帝国 所以在这个西北的很多民族 要学习中国文化 请佛像 请如今 跟谁请 跟这个辽去请 是辽圣宗给他们送去佛像 送去如今 传播这个中华的文明和文化 所以辽史当中 对这个圣宗皇帝的评价 是非常高的 辽史当中是这么说 其统治时期 刚既休举 力多奉执 诸道 皆欲空 有行错之封烟 这是根据这个辽史 刑法制的记载 他的他统治时期 政治清明 诸道监狱空 辽的这个地方机构跟宋一样 道州县三级 各道的监狱都空 没有犯人 政治太好了 路不时宜 夜不闭户 用不了逮犯人 没人犯法 辽史赞语 辽之诸地 在位长久 令民无穷 其为圣宗乎 辽朝的这些皇帝里边 在位最久的是辽圣宗 在位49年 令民无穷 美名无穷 这些个皇帝里边 最突出的是谁 就是辽圣宗 他12岁 成绩大统 在位49年 死的时候 61岁 所以他是一代 在辽里边 在辽的帝王里边 一代贤君 离不开他母亲和他干爹的教导 一代贤君 圣宗一朝可以说是辽国的鼎盛时期 然而随着辽圣宗的过失 辽国的朝政马上陷入了一片混乱 这是为什么呢 他一死 辽的宫廷就又乱套了 为什么他刚一死 辽的宫廷就又乱套了呢 道理很简单 宫廷的内斗发生了 辽圣宗 他的第二任皇后 辽朝的皇后都姓萧 除了世宗 咱们讲过都姓萧 叫萧菩萨哥 这位皇后 萧菩萨哥 是韩德让的外甥女 是成天萧太后 萧卓萧太后的亲侄女 所以嫁给了辽圣宗 皇后美貌多彩 常以草亭为殿室 皇后能够制作各种精美的宫室 她设计 她拿草 拿木棍 做成宫室的模型 然后让工匠照着我设计去做 不需要建筑师 皇后给设计 皇后设计地儿 后的车服 咱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给你设计 然后咱们的车什么样 我给你设计 设计出来非常漂亮 溜金的 然后前面是龙头 后边是凤尾 然后让穿着白纱的这些个宫女们扶着她 尤其在春天或者夏天 草原的花一开 在山谷间山花烂漫的时候 白衣的宫女推着这样的车 地后坐在上面 缓缓而行 恍如神仙下凡 所以圣宗皇帝对皇后十分的恩爱 十分的敬爱 但是皇后进宫的时候只有十二岁 先后生了两个儿子 因为早妖 可能因为她进宫太早 没到婚育年龄进宫 所以生了儿子早妖 两个儿子都死了 等于她本人没有亲生的儿子 十九岁被立为皇后 做了皇后之后 她没有亲生儿子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因为皇后无子 所以 萧太后就命一个叫萧诺金的侍女 去伺候聊圣宗 萧露金这个人 这个女人不寻常 根据史书记载 有面很是 母长梦今著晴天 诸子遇上不能 后后至 与仆从皆生 亦之 据说她肤色有黑 目光如电 一看见你就能吓你一跳 说她母亲怀孕的时候 这个史记上又有这种记载 说她母亲怀孕的时候 梦见什么呢 梦见一条 梦见一个盘龙金柱 从地上出来 金柱子 就跟孙悟空的金箍棒似的 从地上出来 上面盘龙 然后萧露金的这些兄弟们 就往上爬 爬不上去 全掉下来了 而萧露金带着仆人 就爬上去了 就爬到顶端 全家人都上去 上天 然后 做生下这个孩子 生下这个孩子 因此 她母亲就觉得 我这闺女不是常人 你看她长的特点 你看长的那样 黑不溜秋的 然后眼睛放垫 你这不是常人 是吧 所以就是爱如掌上明珠 入宫之后 她一开始只是个侍女 她一开始只是侍女 因为这个 契丹舅这俩姓 耶律和萧 不是说你后族的入宫 都是嫔妃 她伺候萧太后 就是这个成天皇太后 负责给成天皇太后 打扫床铺 史书记载 常佛成天太后 她 获金鸡 吞之 肤色光泽盛长 太后 经一约 是必有其子 以耳生兴踪 说有一次 她给成天太后 打扫床铺的时候 发现床上 有一只小金鸡 不知道是金子做的鸡 还是一种什么 稀有动物 叫金鸡 结果她一看到 这个小金鸡 抓她就吃了 看来这个人很残忍 或者很贪婪 你这招女哥 你给吃了 你是当早点吃了 吃了之后 发生了变化 通体放光 放金光 跟佛似的 放金光 然后更不是一般人了 原来眼睛跟垫似的 再放金光 所以小太后看见了 说这个孩子不得了 她一定能够弹欲龙肿 她能生下真龙来 然后她肯定能生义子 生下不同常人的儿子了 所以就马上命令她 去给圣宗皇帝侍寝 去伺候圣宗皇帝 结果肖诺金就生了儿子 这个儿子生下来 就是后来的辽兴宗 就是耶律宗贞 就是后来的辽兴宗 所以肖诺金生了儿子之后 皇后就把这个儿子收养 本来不是她生的 但是她给收养了 收养之后 势如己出 这个耶律宗贞呢 也就把皇后 看成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养母 等于这个肖诺金生的儿子 被皇后收养了 被皇后收养之后 她当然心里很不痛快 我生的儿子 跟你叫妈 跟我还不能叫妈 但是她也因为生 伴育皇儿有功 所以呢 封为这个原妃 但她毕竟是妃子 比皇后差了一个等级 她也是出身后族 咱们我出身也不比你地位低 对吧 我要生儿子 你还没生儿子 结果我儿子被你抱走了 你是皇后 我是妃子 她心里肯定不痛快 但是转念一下 我这儿子将来能当皇上 咱忍了吧 要是在我膝下 他当不上 既然被皇后收养了 将来肯定就立为太子 我就忍了 原妃肖弩金虽然生下皇子 但是皇后肖菩萨哥天生貌美多才 平日里对成天太后又是非常的恭敬孝顺 所以依旧身得成天太后和圣宗皇帝的宠爱 这一切让原妃肖弩金又毒又恨 那么野心勃勃的肖弩金 会用什么卑鄙手段来对付皇后肖菩萨哥呢 原妃肖弩金 看在眼里就脑在心头 是吧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 是吧 你就会弄点奇迹银巧 魅惑圣心 所以怎么办呢 找茬 我得害她 是吧 我想办法把她给弄死 弄死我好当皇后 是吧 怎么害她呢 有招 皇后多才 才女嘛 就是难免有点这个 就是酸文甲醋那种东西 是吧 然后爱跟这个月公来往 因为皇后要她这个爱听曲儿嘛 她甚至自己有的时候要作诗啊 作词啊 让月公谱成曲儿 所以她跟两个月公 就接触可能比较多 于是这个原妃呢 就密告 圣宗皇帝 说这个皇后跟这两个月公 有暧昧关系 有不正当的这个这个这个 就男女关系 但是圣宗皇帝根本就不信 智之一笑 说你就是嫉妒心大发作了 嫉妒心大发作了 说你 以后不要不要跟真讲这些 我根本就不信 所以没办法 原妃就找机会 处心积虑的要 害这个皇后 甚至把这个匿名信扔到 皇上的笼床上 结果皇上这个 在笼床上捡到这个匿名信 打开一看 皇上说此必原妃所为 点把火给烧了 根本都不告诉皇上 根本就不告诉皇后 这就是原非干的 点把火给烧了 皇后 对这个事也很大度 因为我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你来这一套 你就因为你失败了 你嫉妒我 你来这套 我作为胜利者 我很大度 不拿她当回事 而且在成天萧太后 死后 皇后也开始学习自己的 姑母兼婆母兼旧母 然后开始揽朝政 自己设置官署 并且把自己的生日定为顺天节 所以等于皇后一族 势力是很大的 因为她的兄弟国舅什么的 都是宰相 势力很大 皇后的势力大 原非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因为我也是后族 我也是萧氏出身 她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她培养自己的势力 她的这些个兄弟们 也都入朝做官 所以后党跟非党 早晚有一天要火病 那么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因为我们讲 这个圣宗皇帝在位49年 这个第49个年头上 病入膏肓 眼看就要不愈 要归天了 所以圣宗皇帝还没死的时候 这个原非就当着皇帝的面 恶毒的咒骂皇后 他骂皇后 你老东西受宠的日子 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皇上还没厌气 他就当着皇上的面 就敢这样的骂皇后 所以皇上就觉得 很为皇后的将来担忧 确实皇后是仗着我宠的 如果皇后要是 如果我要是归了天 皇后宅心仁厚 弄不过这个原非消脑金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皇上就把这个太子 就是皇后抚养大的 这个耶律宗贞叫到床边 跟耶律宗贞讲 皇后侍奉我四十年 以其无子 故命辱为四 我死辱子母 切勿杀之 皇后侍奉我四十年 因为没有孩子 所以立你为四 那么我死了之后 你告诉你亲妈 就是这个原非消脑金 千万不要杀害皇后 辱子母切勿杀之 你千万别把这个皇后给害死了 耶律宗贞点头称是 你父皇放心 您闭上眼睛 安详的去吧 这样的话 辽圣宗一命 立这个消菩萨哥皇后 就是我死了之后 消菩萨哥皇后是皇太后 上尊号 齐天皇太后 然后这就齐天大圣那两字 齐天皇太后 然后圣宗归天 圣宗归天 这个耶律宗贞继位 是为辽兴宗 兴宗一继位 这个圣妃大权在握 为了扳倒齐天皇太后 他马上就密谋要陷害太后 首先他就把先皇的遗诏 就给焚毁了 这个遗诏里说 皇后是太后 圣妃是太妃 那太妃还是妃 太后还是后 所以他把这遗诏 焚毁 焚毁之后 把自己也抬升到太后的位置上 就是原来的皇后是齐天皇太后 他自称法天皇太后 等于就两宫太后了 这也是非常像 清朝 慈禧慈安 因为慈安是正宫 慈禧是生母 也是这样 两宫太后 但是他跟这个后边 我们就是跟清朝的随代后 也有经文的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正宫皇后 给扳倒 给扳倒 给弄死 怎么弄死呢 他就诬陷皇后的两个亲弟弟谋反 两个国舅谋反 这鞭排了一堆这个罪证 说这两个人谋反 要把这两个人杀害 于是这个两位国舅下狱论死 那就是不用审了 冤死 冤死之后 这个法天太后就要对齐天太后就开刀了 那就是这个原来的原妃 要对原来的皇后开刀 要报这个当年的一箭之仇 要开刀 他开刀要把太后下狱 新宗皇帝就出面阻止 新宗皇帝说 你自称太后本来就不符合先帝遗诏 你现在还要把他害死 能这么干吗 结果这个法天太后就叫自己的亲儿子 说这个死人若在 恐为后患 必须要杀掉 皇上就抗辩 皇后无子而老 随在无能为也 他无子年老 就养着他吧 你就白白给他养了 养老公中养着他就完了 不要杀害他 皇上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实权 但他毕竟是皇上 所以他说话还是 这个法天太后也不能不听 那既然皇上反对杀他 那行吧 就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是关起来 处心积虑的找机会要下手 终于趁皇上一不留神的时候 法天太后派内侍传旨 让齐天后自尽 然后齐天后 听说这个 看到这个 让他自尽的这个圣旨之后 对来人说 我实无罪 天下共之 然后沐浴 这个自一而死 十年五十岁 等于这个辽圣宗最真爱的皇后 他立下一诏要保全的皇后 终究是没有保全 法天太后萧诺金 终于除掉了自己的死对头 但是他和辽兴宗之间的裂痕 却日益加深 为了掌握朝政大权 法天太后大肆扶植党与亲信 残杀一击 最后辽兴宗就成了一个 有名无事的傀儡皇帝 那么辽兴宗会如何摆脱 法天太后的控制呢 法天太后总揽朝政 整个这个辽朝廷 就完全被这帮人所把持住了 根据这个契丹国制 说这个萧陋金呢 也就是法天太后执政期间 营越四行 行政持稳 南北面翻旱攻势 帅其弟兄掌握之 太后临朝凡四年 兴宗方忧而废之 契丹已困你 太后执政这四年 使契丹的国运 由强盛开始走向衰落 生生的把这个景宗的这个奠定的这个大好的这个基础啊 走向衰落 他执政了四年 兴宗皇帝才动手把他囚禁 为什么兴宗皇帝动手把他囚禁呢 兴宗皇帝在这四年里 过的就是那种傀儡般的生活 而且太后对他不像这个当年承天太后对圣宗那样 那圣宗虽然也不整不掌权 但承天太后 尽心的辅导他 把他培养为一代明君 而这个法天太后对兴宗就是压制你 绝不让你掌权 一举一动我都控制 你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到什么程度呢 兴宗有一次外出打猎 然后呢 这个宴会嘛 就把猎物做成这个酒食 吃完到高兴 一高兴 他就把这些个银餐具啊 赏赐给了侍从 就这么一点一点小事 是吧 皇上把东西赏给谁 这不是皇上的自由 你管得着吗 结果居然太后就把这个 凡是领赏的侍从暴打了一顿 下监狱 然后就来问这个皇上 你是不是烂了 把咱家东西就随便给人了 银盘子银碗 银锅你随便给人 有没有这事 皇上懒得搭理太后 没这事 没这事 我都已经把他们都关监狱了 你跟他们对峙 皇上一听就急了 说我身为天子与囚徒对峙 我跟囚徒对峙 所以皇上的 这件事可以讲 就是鸭断骆驼 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皇上对太后的愤恨 就达到顶端 皇太后也知道 这件事 一出 母子面临的摊牌了 也知道儿子恨自己 怎么办呢 我废了你 你虽然是我生的 但你不是我养的 你跟我不亲 所以我废了你 我废了你之后 立我生的 我养的 耶律重元 做天子 这是人跟我亲 我准备立他 有的史记记载 叫耶律宗元 凡是宗元还是重元 反正一个人 我立他做天子 我把你废了 结果耶律重元胆小 他妈跟他商量 我准备把你大哥废了 让你当皇上 他告诉他大哥了 妈说要废了 你让我当皇上 让我当皇上 我不敢 这事我不敢 皇上一看 到这份上了 怎么办 这这份上 这当妈的已经是 战刀出窍 要废了我 幸亏我弟弟宅亲人后 来报告我 说妈准备废了 废了您让我来 我不敢 所以皇上一看 既然这样 没办法了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吧 于是皇上就点击了五百亲随 皇上多可怜 领着五百人 因为朝中的这些个兵权啊 都在他舅舅手里 他手里没有 他调动不了军队啊 所以他只能带着亲随 那往连太监都有 凑了五百多人 突袭太后的营帐 秦贼先秦王嘛 突袭太后的营帐 一下就把太后给软禁了 然后就把他那些舅舅们招来 宣布这个太后的罪状 要囚禁太后 那这样一来就树倒湖存散了 他那些舅舅们反应不过来 一个是震惊的目瞪口呆 没等调集兵将反应过来 太后已经被囚禁了 不过这个兴宗皇帝啊 对他舅舅们还都不错 没有一个舅舅因此事 而这个受到牵连 最后也都是德与善终 而且给的嗜好还都很高 然后太后被囚禁 太后被囚禁之后 若干年 有一次兴宗皇帝听报恩经 有所感悟 因为辽朝皇帝信佛嘛 所以听佛经报恩经 有所感悟 命令人呢 把这个太后从囚禁地释放 然后接回来奉养 但是母子之间的感情就谈不上了 每一次皇帝出去涉猎 必然要太后同行 是为了带上你 别说我一出去打个恋 你那宫林造反了 我那么多地 你又立一个 所以我必然要带着你 说着跟妈一块春油去 实际上是监视着 而且两个人的营杖相距十几里地 不能在一块 在一块的话 万一你下手怎么办 十几里地 骑兵冲过有一段时间 我后不止抵抗了 所以这样 结果太后对新宗的这种愤怒 就是可想而知的 对新宗的愤怒 可想而知 所以当新宗皇帝死的时候 皇后痛哭 新宗皇帝在位24年 死的时候只有40岁 他16岁成绩大统 死的时候只有40岁 所以新宗皇帝一死 皇后就跟那哭 太后这个时候还没死 太后还没死 聊的太后都很长寿 太后还没死 结果太后看见皇后哭 居然跟皇后说什么 哭什么你哭 你还年轻 你哭什么 那意思你还年轻 还能再改嫁 你哭什么 死了就死了 脸上毫无这种忧气之色 自个亲儿子死了 他告诉你哭什么 你哭 所以在新宗死了之后 这个道宗继位的时候 这个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 最后还真是得以善终 新宗把太后囚禁了以后 她自己开始亲政 她继位四年之后开始亲政 那么新宗皇帝在辽的历史上 有过哪些作为 对这样的一个皇帝应该怎么评价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辽新宗掌权后 封弟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帝 承起辽国大统 但是新宗在去世之前 却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耶律红姬 这让耶律重元心生不满 于是他开始酝酿一场阴谋 那么为了夺回皇位 一律重元究竟做了些啥 又给辽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请继续关注 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京学校 高级教师园统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辽 第十七集 太书之乱